冰火人酷炮来袭 我被分配成了冰人 表面也就成了火人 冰火人的较量 你准备好了吗 我还没有准备好 所以我先称 火人肯定能免疫火源伤害 所以我选择岩浆河 要记你冰人肯定能免疫冰的伤害 轻轻松松没难度 还真的被你猜对了 冰人能够免疫一切的冰元素伤害 自己还能够使用冰元素攻击 而火人正好相反 接下来是难度更大一点的酷炮 我得小心一点 要是倒到岩浆里就完了 难度大 更一点都不大 我都可以直接泡在岩浆里 那就一个舒服自在 表写真惨 哪有这么不公平的较量啊 岩浆里头还混合了小部分的毒液 你这一股脑子冲过去 栽根头是必然的 这可就怨不得别人了 我的通关道路前方 有好多毒液的 但是我足够小心 所以根本没事 接下来是一堆冰怪物和火怪物来落 这多简单 我去打熔岩巨人 一个拳头打过去 怎么是我无了 有没有一种可能 咱们属性相克 让我冰属性去打熔岩巨人 刚好 而你的敌人是冰冰守卫 我就直接把所有的怪物冰冻起来 胜利通过 表面的火焰正好可以克制冰灵 全给烧化了 不错 过了之后还送我火人技能 冰球和火球 你想的美哦 让我互补一下 还有烫手 看来火球不适合我 只能够拿个冰球了 冰球具备冰物瓶的能力 所以对冰墙没有任何的作用 让我来 一个火球砸过去 全部冰块都坏了 了解 接下来的火墙 我就没办法要靠你了 我们需要合作 火墙你上 变成我来 这不都挺简单的嘛 下一关需要穿越一扇传送门 到达半空 是新跳水立方 这谁厉害还可以选择三条路啊 一边是岩浆 一边是毒水 只有中间那个格子是水 我们要往中间跳 我为什么要往中间跳 反正岩浆营的免疫跌落伤 而且我还不怕火焰 我就要跳岩浆那边 可恶 表面的闯光为什么比我的简单这么多呀 我也想变成火人 我这冰原过关可太难了 哇 好多的尸松鼠蚁耶 这些都是有害生物 而且携带大量的病菌 只有下面他们才可以过去 道理我都懂 可是这些小东西跑得太快了 我的技能根本打不中 一顿操作猛如火 我看我销二百五 别急 咱们可以合作呀 我就放出冰露 先把这些动物都给冻在原地 这样不就好瞄解得了嘛 原本跑得飞快的虫子吧 一下子就会一碗打劲 啊 跑大一个毒液池 前路慢慢我们过不去 这附近还没有方块 难道就要止步于此了吗 你看 紧急的镜头有神奇 我们去把它拿到手 我这边的是炼烟法杖 但是好像不太适合我 可以给表妹用 那不就行了嘛 我这边的冰露法杖 咱们换一换就很合适了 冰魂法杖能够把毒液变成冰块 轻松安全地走过去 而表妹的炼烟法杖 释放大量的火焰 直接就把这毒液给烤干了 这怎么在这守门的 咱们有老办法先把它冻住 再有表妹重拳出鸡 冷热交替 石圈的石头身体弹不住 直接就裂了 强力怎么不见了 倒是有一大块银将墙 利用对付石巨人的办法 把精英墙拆了 切 我还以为有什么好东西 但我幸福感天哪一个星星都没有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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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